WIT的中文TROF教學之ST Cubist League 2022懶人包 TROF三月活動ST Cubist League 2022开始咯 这次活动没有绝育 棒棒 影片分 活动介绍 活动任务 每日额外小任务 结论 活动介绍 活动日期3月8号到3月21号 活动期间 在大厅有活动NBC与活动工作台 活动NBC可购买活动素材与用鸡腿活动道具兑换幸运草加皮纳塔 活动工作台可以制作持续15分 120分活动食物 霓虹地形有三角龙活动怪物 需装备活动食物或旗子才能看到 侏罗纪地形有恐龙活动怪物 需装备活动食物或旗子才能看到 活动怪物会掉落鸡腿活动道具与座旗伙伴 有传逻符号的地形副本奖励箱与世界王有机会掉落蓝色活动素材 装备活动食物或活动旗子在传逻区域会找到活动金币箱 即迫可获得活动硬币 装备活动食物或活动旗子在传逻区域三星副本可以找到彩虹罐工作台 彩虹罐工作台第一个分页建议制作水晶核心 龙臂 复光器 宝石黄色属性强化道具 彩虹罐工作台第二个分页的彩虹活动素材在三人副本兑换 旗子可以代替活动食物效果其他东西能换就换 装备活动食物或活动旗子在传逻地形的彩虹罐工作台 制作一个物品可获得buff持续时间60分钟 buff期间到三人副本可以找到活动NPC 可兑换彩虹活动道具活动NPC兑换的商品不可交易 活动商人商品有5种搭配 活动有10个任务与每日额外小任务 活动任务 任务1对活动NPC按1 大厅面对巨大雕像左侧 对头顶有紫色金汤号NPC按1 任务2在传逻符号地形的副本奖励箱或世界王 收集25个活动素材 一般冒险世界与水世界在传逻符号的地形 打副本奖励箱或世界王获得25个蓝色活动素材 建议打75个活动任务需要 任务3获得10个随喜马铃薯 用活动NPC旁的黑色工作台可用3个马铃薯制作随喜马铃薯 或是直接跟活动NPC用9999plus购买一个随喜马铃薯 活动任务总共要40个随喜马铃薯 需要用120个马铃薯制作 任务4制作15分钟的活动食物 在活动NPC附近的活动工作台制作一个15分钟活动食物 任务5在霓虹或侏罗记地形击杀一只活动怪物 到霓虹或侏罗记地形装备活动食物击杀一只活动怪物 活动怪物会掉落鸡腿活动道具 至少要达到一个 没装备活动食物或旗帜无法看到活动怪物 任务6制作120分钟活动食物 在活动NPC附近的工作台制作120分钟的食物 活动食物能用活动旗帜取代脱离马铃薯地域 任务7在传逗符号地形急迫活动金币箱获得5个活动硬币 装备活动食物或活动旗帜在传逗地形会找到活动金币箱 急迫可获得活动硬币 活动金币箱在传逗地形随机出现 任务8在传逗符号地形三星附本中对彩虹罐工作台按1 装备活动食物或活动旗帜在传逗地形三星附本可以找到彩虹罐工作台 对彩虹罐工作台按1 建议在彩虹罐工作台制作一个物品拿到buff下个任务需要 任务9在三人附本对NPC按1 装备活动食物或活动旗帜在传逗地形三星附本的彩虹罐工作台 制作一样物品获得争议状态 争议持续60分钟 争议期间到三人附本可以看到活动NPC对活动NPC按1 任务10在侏罐记地形打活动怪物获得伙伴或座棋 装备活动食物或活动旗帜在侏罐记地形击杀活动怪物获得任何一只活动伙伴或座棋完成任务 如果没接到活动任务显示这个任务 需要完成新手任务可以参考WIT做的影片 连结会放在右上角与下方说明 活动可以参考英文论坛网站连结会放在下方说明 每日额外小任务 活动期间每天加成活动有搭配的每日额外小任务 WIT建议必拿奖励的三天室 绝育日的月魂 保持日的七彩大保持箱 冒险日的大保持箱 结论 三人附本活动NPC可以兑换拍卖场很贵的物品来增加专金点数 三人附本活动NPC兑换的物品不能交易 霓虹与珠乐际地形可遇到活动怪物 灰掉落两种可交易的坐骑与伙伴 装备活动食物或活动旗子 在船舵地形三星附本的彩虹罐工作台 建议制作龙壁水晶核心 保持黄色属性强化道具 STCubes里2022懒人包影片到这边告一段落 WIT的YouTube直播有办天天抽30万Flux活动 还有跟Trof3月活动一起办的月月抽活动 这次月月抽活动一讲四金鸟 欢迎参加 活动办法连结会放在下方说明 还没有订阅WIT频道的请协助订阅WIT感谢您 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请协助按我喜欢加分享 想先看到WIT的新影片可以开启小铃铛通知 我是WIT 下支影片见 拜拜